宋雨琪多次购入礼物赠送队友 为何队友却没一个给他回礼 2022年初宋雨琪在一档节目里自爆 之前他去迪士尼玩的时候给每个队友都买了礼物 后来队友过生日时他即便没多少钱 即便不在韩国也会买礼物快递过去 然而轮到宋雨琪过生日时队友却没有任何反应 这种被忽视的情况放在普通人身上都够难过了 更别说在异国他乡独自打拼的宋雨琪 况且扒了一下他之前干的事 他对队友是真不错 将时间到回2021年8月 恰逢队长田小圈过生日 他在直播中亲口认证 宋雨琪把要送他的生日礼物 以及给队友的礼品都用快递 寄了过来 而另一个队友赵美妍 还在他主持的电台节目里说 宋雨琪就算是在中国活动 也会经常看他的节目跟他聊天 给他提出许多有帮助的建议 甚至要在赵美妍过生日时 许做韩国生日人必备的海带汤给他喝 而显然宋雨琪对队友人至义尽 所以当礼物事件爆发后 他的队友不可避免的被骂成了白嫖荡 勉强逃过一劫的人是赵美妍 因为赵美妍解释说 当时宋雨琪不在国内 他就没送 而是约好了下次当面给 那么问题来了 宋雨琪表面虽为何队友闹过大矛盾 但事实却是大家都没有给他回礼 反而其他队友倒是有来有回 这究竟是无心之失 还是蓄意而为之 积攒了一大波愤怒值的粉丝 很快挖出了一件旧事 光看这张动图 胡宋雨琪到底有没有被徐岁珍霸凌 这是女团idol参加的某个活动 当天主办方让他们现场 还原以前摆过的一些pose 有个动作 需要宋雨琪和徐岁珍一起比爱心 宋雨琪立马把手伸向徐岁珍 但徐岁珍看了一眼后 却把手抬的老高 无视了宋雨琪的诉求 另一对友mini发掘了宋雨琪的尴尬 立刻伸出援手 跟宋雨琪比了两个爱心 有人说 徐岁珍只是想一比一还原造型 所以才不愿意把手放低 迁就宋雨琪 但问题是原图里的徐岁珍还挽着叶书华 他要真想一比一还原 为啥现在不挽着 何况同样是队友mini都肯主动改变pose 帮宋雨琪化解尴尬 为啥徐岁珍不肯 与此同时一桩手链事件 更让两人的关系成了谜 其实各大论坛陆续出现了一些帖子 说徐岁珍给每个队友都做了手链 甚至连宠物狗都做了 可就是不给宋雨琪做 很快这个帖子就扩散开了 紧接着又有人挖到了一个视频 证明宋雨琪确实向徐岁珍逃过手链 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挖遍idol的物料才发现 这是个大乌龙 做手链是团内的活动 由大家一起做然后互换 所以根本不是徐岁珍给所有人 就是不给宋雨琪 除此之外 宋雨琪还经常叫徐岁珍帮他拍照 连他发在info上的图都有很多 都是徐岁珍拍的 这样看来他俩的关系似乎又还不错 那问题来了 他俩一下亲密一下疏离 你觉得他们的关系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idol内部最大的悬案 在今年三月终于水落石出 2021年年初 女团idol成员徐岁珍被指霸凌 今时有多名座人发帖控诉 说徐岁珍上学时是个不学无数的混混 抽烟打架欺负同学 更重要的是 发帖的人都附上了自己的资料 证明自己确实是徐岁珍的校友 好往对校园霸凌零容认 所以这件事闹得很大 徐岁珍在回应时表示 如果我真的霸凌了别人我会退团 然后兴趣性的一幕发生了 徐岁珍还真无声无息退了团 但更大的一点还在后头 公司发声明说要起诉造谣的人 这让徐岁珍的粉丝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从始至终 没有任何主流媒体 报道过徐岁珍的关系流程 也没有看到任何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 或许有人会说 法律文件不会随便给别人看 但问题是 韩君这么多年来 每起一人官司都被报道过 为啥就徐岁珍没有 种种疑点下 有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Cube说要给徐岁珍打官司 其实根本没打 说这话的人不是我 而是他的粉丝 随便搜索徐岁珍官司的关键词 到处都有人怀疑 Cube根本没打官司 更令人唏嘘的是 如今的徐岁珍在IDOL内部 已经成立一个不能提的禁忌 每当有成员不小心提到他时 就只能用别的名字遮掩过去 直到今年三月Cube的声明 才姗姗来迟 但内容却令徐粉两眼一抹黑 因为警方在经过长期调查后 发现只认徐岁珍霸凌的人没有造谣嫌疑 所以决定不起诉对方 然后反手给了徐岁珍一纸解约书 换而言之警方经过调查 确定了徐岁珍干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他也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只是可惜了两点 一被霸凌者受到的伤害是终身的 二这个屡遭挫折的团还能迎难而上吗